因為這一次的選戰打到現在最後 目前已經準備進入到最後黃金周了 可是面對對手是搬出了總統級 副總統級當然是副總統還身兼的黨主席 不能輸的壓力 我們剛剛來賓在現場都在講 民進黨的文宣已經進化到什麼樣的程度 當然這是走這個老路啦 之前中二選區的複製方程式 不過您這邊實際感受到這個氛圍呢 在地方是否因為他們的文宣確實有在發酵呢 民進黨他們選舉就是靠抹黑造謠 來抹黑我 但是我們南投縣的憲民是非常的聰明 他們知道民進黨這次的選舉 也是用這種手段來繼續攻擊重傷抹黑我 但是我們就是能夠憲民不聽這一套的 我相信這次民進黨要把台中市的那一套 袁寬恒的那一套拿來用 我看是無效的 現在民進黨他們就是 就是說買三粒民視電視台 這個錢花了這麼多 我想蔡別惠你這些錢是從哪裡來 而且你三年選三次 政府會高達上億的經費 你這些錢從哪裡來的 我們當時我擔任縣長的時候 要買BNT的義碼他在組黨 那麼這個組黨 經費是不是跟高端有關係 都讓我們懷疑 我相信這個賴清德副總統 一直下到南投縣 他要爭取這起立委 我相信我們南投縣民 都是血量的 南投縣的縣民 我們要選擇的是和平 我們要選擇的是 能夠為地方繼續爭取建設的 立委的候選人 而不是選一位 能夠帶來戰爭 帶來後患無窮的 這個蔡別惠 我們縣民一定會做非常 很明智的去折責 去投到最行勝的一票 抱歉現場 因為其實上我們的節目 有時候會有一些 比較刁鑽比較尷尬的問題 那我就直接問了喔 之前大家在傳的沸沸揚揚的 說原本的藍營這邊 可能在地方 我們的求救訊號沒有發出去 所以導致一度是有比較輕敵的狀況 那現在才開始重整步伐 真的有這樣子嗎 那如果現在開始重新組織的話 來得及嗎 我們從開始就 照我們的計畫 一步一步的來經營 這次的選舉 沒有什麼說輕敵的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早就意料到 民進黨的手段 是非常殘酷的 他是用抹黑的手段 尤其我們現在我最 最令我感到 比較我們力量不足的 就是我們沒有媒體會跟我們報導 他們有山立有民宿 天天在抹黑 但是呢 我就沒有什麼媒體 可以來作宣導 我們只是靠我們縣民的支持 看縣民的認同來支持我 這次其實我們看到 我剛為什麼說跟中二選舉很像 因為最近最新的大概就是打 你的房子的問題嘛 他們把它打造為是豪宅題 然後呢 據說連你買房子的價格 都是錯誤的 用這種物質的方式 甚至用故意抹黑的方式 那當然在過去也一直不斷的講說 其實您才是現代的孝子啊 為了兒子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相較說 蔡培會才是真的現代孝女等等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房子議題 學輪議題 那或像是你們家族的問題 他其實在在都是複製一種 中二的成功方程式 可是這一次 你們勵志不要讓他成功是嗎 因為他一直在抹黑 我買這棟房子啊 實際上是3200萬 那麼我們都依照規定 同時我也貸款1500萬 那麼這棟房子啊 我們是有增益 增益給我兒子啊 750萬 我是啊 在競選兩屆的立委 兩屆的縣長啊 縣民投我一票的30塊錢啊 我累積了這麼久 這麼久喔 大概存放啊 十幾年的時間啊 總共累積大概1400萬 所以我這個1400萬啊 我用增益的方式啊 增給我兒子啊 750萬 那麼貸款啊 1500萬啊 這個錢就足夠了 讓他們呢 一直跟著抹黑啊 錢啊 怎麼交代不清 他們就故意啊 隱藏 我一錢 戴1500萬啊 他們就隱藏就不講 就一直抹黑 那我這個啊 也是平價住宅 又不是豪宅 只是造型好看一點 你看我周邊的這些房子啊 大家買的 那就是公務人員 那我擔任公務人30年了 買這棟房子 會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啊 只是會抹黑 重傷照耀而已 接下來要不要跟我們也稍微講一下 黃金周以及選前之夜 國民黨這邊陸陸續續會安排到 南投這邊幫您來助選的一些陣容呢 那麼這幾天啊 我們陸續啊 有我們的這個台北市的市長 蔣萬安 還有我們新北市的市長 何友宜啊 還有我們台東市的市長 盧秀燕啊 一直來給我們加油打氣 我們南投縣的縣民啊 對我們執政的這些縣市的縣市長 都非常的欣賞 他們來幫我加油 都有加分的作用 像今天何市長到我們的竹山鎮啊 大家對他的熱情啊 都非常的感動 都一直表示一定會支持我 我們剛剛看到是不是 許淑華縣長也在縣長您旁邊 是不是也會一直來講一下呢還是 好可以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許淑華縣長 是不是也在旁邊 等一下準備來補充說明一下 在南投的第一手觀察 您剛剛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林明珍前縣長 也提到在這場仗打的有多艱辛 另外面對了民進黨的抹黑戰術 到底何等的辛苦 那當然其實有很多這個訊息 一帶出去 只要透過梗圖病毒性的這個去傳播 就會讓人家信以為真 而這套其實已經玩了好多次 那我們剛剛不斷在提到的中二選區 我們會把它兩相比較 就是因為實在太像了 不管是講人家家裡面啊 是豪宅啊花多少錢啊 甚至還把說什麼是南投的陽明山啊 說住在那樣的地方啦 那又或者是這接下來的學輪 我們林姓家族在那邊盤踞如何如何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最新的狀況 昨天其實已經出動了 包含像蔣萬安 江啟成 顏寬恆 都來幫林明珍來掃街站台 那當然在最後的這一週 就是選舉俗稱的黃金周 侯友宜也會來 當然台中市長盧壽彥也會一起來同台來站台 不過那賴清德這邊民進黨我們聽聽看 賴清德他三天排了13場 要陪蔡培會來掃街 甚至還撂出說他以前選台南 都沒有掃這麼認真 但他現在就是要幫蔡培會 那可以理解 那是因為他接黨主席之後的第一站 絕對不能輸 他有著不能輸的壓力 否則真的沒面子啦 那陳建仁也會出席造勢晚會 甚至現在已經盛傳了 在這個選前之夜 民進黨不惜動用總統牌 連蔡英文都要來加持 不過藍因現在確實也開始要加緊步調 並且找一些吸票母雞們 就是希望這局真的不能夠冒險 也不能夠輕敵啊 我剛才好像有看到這個 侯友宜的相關的畫面跟新聞 他去了南投掃街嘛 那據說呢 是哇所有的攤商 看到他是非常興奮 很多人手上工作也不做了 就跑去說 只為了跟他拍一張合照 而且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起手 是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侯友宜他過去被大家 有一點覺得說 跟我們有距離就是說 好像這個黨內很多同志 然後我們在選舉或什麼的時候 他的幫忙是稍微比較少一點 因為他當然他有他的理由在 優先市政嘛 他想把新北市的市政先做好 那他才能成為一個更有影響力的人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錯 可是呢 最近包括整個2022年的選舉來 我都感覺到他的一些改變 包括其實我們在選台北市啊 然後選議員啊 然後像蔣灣選市長什麼的 其實侯友宜他只要有機會 他都主動來 甚至有一場是因為他來台北市 然後跟這個 還有包括謝國良 基隆市的現在的市長 一起三個人站台的時候 那因為蔣灣他有一些行程延遲了 他還在那邊一直等 就是只是希望說 能夠讓大家看到說 他們三個同台 他就是想要幫蔣萬安 所以呢我覺得其實 在2022年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看到 侯友宜不管是 不僅是展現他的企圖心 而且他的人格魅力 我覺得也是顯露無遺 那所以這一次林明珍的這個選舉 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我們又不能講民調 要特別在開場的時候 要先提醒大家 50萬50萬 聊天室也不要刷 請他不要刷 很危險喔 但總之選情緊繃 這個是我們可以感受到 也可以預期到的 尤其在補選的過程當中 這個投票率本來就會比較低 那這個時候呢 能不能夠組織上面 有動員的能力 其實就是獲勝了關節了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